前世,我和陆泽是厂区大院有名的模范夫妻 大家都夸我们婚姻和美,相敬如宾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从我们结婚那一天到陆泽离世 我生生守了二十多年的火瓜 他深爱的另有其人 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替代品 重回八十年代 这次,我决定放过自己 八十年代食品厂 陆副厂长真是一表人才呀 我顺着他的手看向台上的人 和我记忆中一样 年轻的陆泽见美朗目,阴气逼人 仅是看一眼都能让人眼红心跳 我真正地看着他 终于相信自己是真的活过来了 重新回到了二十五年前 我和陆泽其实并不相配 他年纪轻轻就冷静自尺 能力出众 是我们厂里最年轻的副厂长 而我只是一个普通至极的农村姑娘 因为陆泽妈妈和我外婆早些年口头 说下的娃娃亲才结合在了一起 日日面对着陆泽这样优秀的人 很难不动心 从凑合到深爱 并没有用多久的时间 我是真的爱陆泽 也仰慕陆泽 可是他不爱我 直到死他都没有碰过我一次 他一辈子都在为别的女人守身如玉 我依旧记得 发现那些信的时候的心碎的声音 陆泽在信上跟那个女人土路相思 说着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的情话 我一直以为是他性格稳重内敛 不会说这些 原来不是不会说 只是不愿意跟我说罢了 姜如意 你发什么呆呀 会开玩了 你家陆副厂长喊你呢 李玉的声音把我拉出了回忆 我猛地抬头 就撞进了面前人漆黑的毛子里 怎么了 是不是开会太累了 辛苦你了 今天要讲的事情是有点多 走 我们现在就回家休息去 陆泽的声音极尽温柔 看着我一副关心的模样 似乎是对我真的有几分情义 要不是我多活了一辈子 我差点要再次坠入他的情网了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正想胡乱点头答应他 忽然他的秘书跑了进来 对着陆泽道 陆副厂长 有个叫刘婉荣的女同志 打电话过来找您 说是有很重要的事 要找您帮忙 陆泽听到这个名字 眼睛一按 然后对我道 我这边还有事要处理 你自己先回家吧 我晚点回来 说完 不等我回话 他就转身离开了 陆渔看到陆泽离开 凑过来调笑我道 看看你家陆副厂长多贴心啊 什么都有交代 我低下头压住眼底的酸涩 贴心吗 也许吧 可是贴心的话 他为什么心里还要装着别人呢 回到家 我随意吃了几口食堂打来的饭 没等陆泽回来 就关了灯堂的床上了 我知道他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 只要刘婉荣找他 他永远都会忘记我的存在 他那样亲密的相处 让前世的我痛苦不已 很多次都忍不住在他面前哭闹 气质全无 而他则用越来越失望的眼神看着我 跟我说 你的心眼怎么那么小 连他都容不下 他和刘婉荣只是同学关系 你能不能不要发病了 现在想想 自己那会可真可怜啊 把自己活生生的 变成一个疑心病重的疯婆子 不过好在 这辈子我不打算再掺和在他们两个之间了 我在黑暗中翻了个身 紧紧地抱住了自己 陆泽 我决定放过你 也放过我自己了 早上醒来 陆泽床上的被子依旧叠得整整齐齐的 他果然没有回来 算一算时间 身在南平的刘婉荣 现在应该刚成寡妇 给他这位救爱打电话的原因 是让他帮忙处理一下王夫的身后事 不得不说 陆泽这位救爱是真的情深义重啊 刘婉荣无论大小事 只要找他 都能让他倾尽全力去帮忙解决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陆泽这次出门得小半个月才回得来 我压住心头的闷痛 擦把脸 又换了身新衣服 然后站在镜子面前 认真的打亮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人皮肤白嫩 腰脂纤细 眼睛里的光 也还没有被无望的生活谋灭 看着这样的自己 我忽然生出了无限的勇气 我还年轻 我这辈子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我没必要再在一个 不爱我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了 除了情爱 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我一到食品厂 就直奔会计室 我记得这个时间点 会计室有个空缺正在招人 上辈子我做了一辈子的普通女工 每日都在流水线上工作 白白浪费了 自己在夜校里学到那么多知识 更是被人在背后笑话了一辈子 说我一个没文化的 初中毕业农村妹 咋配的上路泽 其实我真的真的很努力去学了 只是没有机会 既然重活一世 我要抓住所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变成和上辈子不一样的自己 走到会计室去报名 填资料的猪老会计 看到我也去报名 一脸的诧异 接着就是浓浓的鄙视 姜如意 你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农村妹 来竞争这个岗位做什么 你家陆副厂长没跟你说过吗 这个岗位 是要文化人才能胜任的 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户 凭着自己脸大就能来的 你还是乖乖回家 做你的厂长太太去吧 猪会计说得毫不客气 惹得周围的人一阵哄笑 我知道大家都在笑我 等着看我的笑话 我紧紧的捏住拳头 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尽量冷静 猪会计 你这话说的没道理 我能不能胜任 等考试出来不就知道了 不是凭你口上说的 猪会计文言冷哼道 你个农村妹这么自不量力 行 那三天后来考试 可别到时候脸杯打得啪啪疼 猪会计说完 周围的人又是一阵嘲笑 也有人提醒他 老猪你也太不给副厂长夫人面子了 就是 老猪你怎么还是这个臭脾气呀 猪会计梗着脖子 白了我一眼 有的人自己不要脸 还想我给他脸 做梦 我旁边这个会计的位置 可不是谁都配来做的 我仰起头 紧紧的盯着猪会计道 好 那我们到时候就看看 这个位置我到底配不配做 猪会计这时也被我激起了火气 好 你要是第一名 那我到时候给你端茶倒水 亲自把你赖 要是考不上第一 你就给我在场报上公开道歉 好 一言为定 接下来的日子我认真复习 这个工作对我的意义比过去更重要了 我要用它来证明自己 这辈子 我再不会让别人把我看点了 三天后上了考场 我一看题目就知道稳了 这些题太简单了 我上辈子可是在夜校里 拿过高级会计证的 等放榜 我的名字果然是第一个 不过奇怪的是 喜报上面没有公布成绩 不过我也没有怎么在意 只要我的名字在最前面就行 第二天我起得格外早 把头发一丝不苟的梳成马尾辫 又穿上我结婚时候 花大价钱买的红格子的洋装 就得往会计室的方向跑去了 今天是我去报到的日子 我还等着老猪给我端茶倒水 把我亲自迎进办公室呢 我兴冲冲的来到会计室 对着里面的办公的老猪扬了扬眉 老猪对着我哼了一声 我不在意的笑了笑 然后就敲开会计室主任的门 推开门 没想到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穿着白裙子的女人 他旁边站着的 是我多天没有回家的丈夫 两个人站得很亲密 猛然看上去 好像是一对真正的逼人 说不出的顺眼 我脑子顿时乱的像一锅粥 嗓子里也开始闷闷地疼了起来 然后是跟自己说过 一万次要忘了陆泽 可是看到他跟他的初恋真的在一起 我的心还是细细细细地疼了起来 我使劲地捏紧手里的包 让自己镇静 然后走到会计室主任的面前道 王主任 我来报道 王主任文言诧异地看了我和陆泽一眼 陆副厂长没跟你说吗 陆副厂长已经把这个岗位 给刘婉荣同志了 你不用过来了 哄 一颗惊雷在我脑子里乍响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泽 他怎么可以这样残忍 凭什么把我的工作机会让给别人 凭什么 陆泽看着我皱了皱眉 似是在怪我不懂事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 而是朝着里面坐着的 王主任道 婉荣同志以后就麻烦你照顾了 说完 他就抓着我的胳膊 想把我拉出去 我知道他不想让我在这闹 可是凭什么 我要把我辛苦的得来的工作岗位 让给刘婉荣 我一把甩开陆泽的手 质问道 陆泽 你这样是选思舞弊 这工作是我凭自己的真本事考来的 你凭什么说给别人就给别人 陆泽的脸 阴沉得像是要滴出水 对着我道 姜如意 你怎么这么不识大体 你是领导家属 本来就该发扬风格 我盯定地看着陆泽 可是我不想发扬风格 你知道这个岗位对我有多重要吗 这不光是一个岗位 这更是我证明自己的舞台啊 陆泽文言失望地看着我 姜如意你怎么这么胡搅蛮缠 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吗 你一个初中生 怎么和婉容一个高中生比 你做会计能做得有他好 这个岗位本来就是婉容更合适 这件事我们已经定好了 不用你智慧 陆泽的话 像是尖刀一样 狠狠刺在我的心口上 别人看不起我就算了 连他也看不起我 我看到陆泽身后 刘婉容嘴角勾起的笑意 心中的酸涩怎么压都压不住 我听到自己说 陆泽你既然这么看不上我 那我们就离婚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会计室的 等我清醒过来才发现 自己又回到了流水线上 周围的人看着我气气死语 可搞笑的是他们的声音 全都能清晰的让我听见 农村妹就是农村妹 考的第一步也没内命 还不是没去成会计室 就是装什么文化人啊 再蹦大到头来 还不是得跟我们一样在这做苦工 我估计他考的第一都是假的 要不怎么没去成呢 就是 听说还是他老公陆副厂长 亲自把他的名额换下来的 说不定就是知道了他弄虚做假的事 怕牵连到自己才这样做的 我看也是 一个农村来的初中妹 能有难能耐啊 陆副厂长真倒霉 竟然娶了这样道德败坏的女人 我们就等着他给猪会计登报道歉吧 想想都丢人 哈哈 我要是他 我都没脸活了 死了算了 死了算了吗 有凉凉的东西落在了我的脸上 伸出手摸了摸 才发现我又流泪了 明明想好的 再不会为陆则流泪了 可为什么他还是不放过我呢 自从我说了离婚 不知道陆则是不是在躲着我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 刘婉容正式开始在会计室上班 工厂里对我的闲言碎语不减反增 流言离谱到 他们说是我借着陆则的名头 把考题给偷拿了出来 要不然我一个初中生 怎么可能考得到第一名 要不然陆则副厂长 怎么可能在会计室公开说出 要和我离婚的话呢 这样的谣言越来越厉害 却无人帮我澄清 而我的澄清是那么的无力 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认为的东西 每天的上班 对我来说就像是上行 机会消股 每天踏进场区 对我来说都要鼓足巨大的勇气 大家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想知道陆则到底什么时候 会把这样道德败坏的我彻底抛弃 每天泡在大家看热闹的目光中 我觉得真的我要撑不下去了 姜如意 猪会计找你 主管进来喊我道 猪会计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肯定是来要他的道歉的 就是说好公开在场报道歉的 有的人还想耍赖 这下赖不掉了吧 我放下手上的活 在一片异论声中走出了宫区 就看到一脸严肃的猪会计 正站在大门口等我 猪叔 你着我 猪会计看到我皱了皱眉 小江同志 几天不见你 怎么这么憔悴了 我虚弱的笑了笑 没有 我一直这样 猪会计摇摇头 你不要听那些浑人的闲音碎语 我知道你有能力 你的卷子是我亲手约的 我还从来没见过 能把那套卷子达得那么好的人 要不是陆副厂长 那个位置非你莫属 那个刘婉容啊 可比不上你 我无奈地笑道 没有意义了 那个位置可不是我学的好 就能拿到的 猪会计常常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知道 你们家陆副厂长是怎么想的 不帮自己的媳妇 帮外人 他怎么想的呢 大大是不爱吧 所以心裁偏的不像话 也不管我的死活 不过我这有个别的机会 你或许可以去试试 我抬起头 认真的看向猪会计 什么机会 猪会计黑黑一笑 这是平常乌烟瘴气的 估计你也不想待了吧 隔壁机械厂正好缺个会计 这几天正好缺人 他们主任和我关系好 昨天跟我提了一嘴 我就把你跟他举荐了一下 你要是想去 就拿着这准考证 一周后去参加他们场的考试 证明自己离开这破地方 我拿着猪会计接过来的准考证 心中无味杂陈 从来没有想过在绝境中 拉我一把的人 是这个脾气古怪的小老头 我的眼睛又酸涩了起来 谢谢你 谢谢猪会计 我一定去 猪会计呵呵一笑 哎 这就对了 我等你的好消息 好 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是的 我一定要考出去 不但是为了证明自己 更是为了彻底远离 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 林隔壁机械厂 是我们这最大的厂子 无论是福利工资 还是发展前景 都比我们这个食品厂好多了 更难得的是 那边的风气很好 机械厂的厂长 同样年轻有为 他是生产经营风气一把抓 这几年 机械厂在他的带领下 蒸蒸日上 把旁边的几个厂子 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告诉自己 等考上这个职位 就和陆泽正式离婚 自从有了去隔壁机械厂考试的指望 我除了工作就是看书 对于这个职位 我势在必得 陆泽还是一直没有出现 不过对于他在不在 我已经无所谓了 直到考试前夕 他开着吉普车 出现在了家属院楼下 穿着白裙子的刘婉荣 我这才想起 刘婉荣也和我们一样 也住到这个家属院里 刘婉荣的话里 是藏不住的炫耀 我看了一眼后面下车的陆泽 摇了摇头 不关我的事 说完 我就越过他们准备回家 只是在路过陆泽的时候 手腕忽然被人抓住 等等 我跟你一起 刘婉荣看着陆泽抓住我的手 唇角的笑容变得勉强起来 和陆泽说恶声再见 也不看我就离开了 刘婉荣一走 我就甩开了陆泽的手 别动手动脚的 说完 我也不管陆泽 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家 我打开灯 拿出书又看了起来 明天就要考试了 我不能浪费一点时间 陆泽从后面走了进来 看到我放在桌上的准考证 不解得到 你怎么又要考试 还失去机械厂 我的工资不够你花吗 跟工资没关系 我就是不想被大家说 上次考试 我是作弊得来的第一名 要不然好端端的工作 陆副厂长怎么会给别人 陆泽被我一噎 呆愣在原地没有说话 好一会儿才到 是我不好 去那边考试 要是有什么帮忙的 跟我说一声 不用了 我毫不客气地拒绝 我不需要他的帮助了 他对我最大的帮助 就是远离我 这辈子 我真的不想再和他纠缠了 第二天一早 我收拾好考试 要用的东西 就出了门 没想到刚下楼 就撞到了一个人 包里的准考证 比和纸掉了一地 一只细意白嫩的手 从旁边伸了出来 帮我捡了起来 谢谢 我连忙道谢 等站起身才发现 对方是刘婉容 记挂着考试 我也没和他多大话 又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今天街上有活动 等我穿过人海 赶到隔壁机械场 都快开考了 兼考试的严肃的老头 对着我伸出手 把准考证给我看看 我忙伸出手在包里拿我的准考证 糟糕 怎么没有 我明明放在包里的 出门的时候还检查了两遍 不可能没有啊 忽然我想到了什么 梁毅爬上我的脊背 让我全身发寒 是刘婉容 是他拿走了我的准考证 他要让我永无出头之日 太阳慢慢爬上了正当空 把地皮晒得热红红的 可我的心却无比的凉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像一只落水狗 姜如意你怎么在这晃荡 没去考试啊 我猛地回头 就看到刘婉容 正一脸笑意地看着我 手里捏着的 分明就是我的准考证 刘婉容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是故意来撞我的对不对 刘婉容笑得得意 说得没错 不过我可不是害你 我是帮你 要不然你考不上 再丢人了可怎么办 你无耻 这个猖狂的女人 怎么敢就这么承认 她竟然就这么承认了 我要是不删她 就往我活了这两辈子了 我冲过去 对着她得意的笑脸 就是狠狠几巴掌 让你狂 你这个无耻的贱人 知三当三的小娼妇 我打不死你 前世我顾忌着陆泽 就算刘婉容在我面前 猖狂我也会当做没看见 可是这辈子 我连陆泽都不要了 她算是什么 刘婉容没想到我会动手 被我直接打懵了 等反应过来想还手 却根本不是在一线 干惯了活的我的对手 我左右开工的狠狠地抽她 嘴上也不客气地骂她 把我前后两辈子受的浊气 都不客气地朝着她发泄了出去 真爽啊 姜如意 你在干什么 陆泽惊怒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然后我就看到了 刘婉容眼中得意的笑意 我说怎么刚开始还反抗呢 后面直接不动了 原来在这等我呢 真是诡计多端的贱人 陆泽走过来拉开刘婉容 就对着我毫不客气地呵斥道 姜如意 你怎么跟个泼妇一样随便打人 刘婉容委屈道 陆泽 我也不知道哪里惹到姜如意了 我在路上捡到了如意妹子的准考证 好心好意来地赶过来给她送 谁知道她不但不领情还打我 我就知道她看不惯你对我这么好 我真是太冤枉了 我不活了 刘婉容说着就要跑 我讥讽地看着她 前面就是马路 你要是死就挑个好点的车赶快撞过去 在这演戏给谁看呢 闭嘴 陆泽严厉地看着我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 我说了会计室的那份工作是我给她的 你要怪就怪我 不要再为难婉容了 她现在够难的了 我强行压住怒气解释道 我是要怪你 可刘婉容也不是什么好鸟 你知道她今天干了什么好事了吗 她故意冲出来撞我 偷了我的准考证 就是要害我错过了考试 陆泽 我没 我没有 我真的是捡到的 陆泽 听到了吗 婉容说她是捡到的 我失望地看着陆泽 所以你不信我了 陆泽 我相信婉容 刘婉容站在陆泽身后嘲讽地看着我 嘴角是遮都遮不住的笑意 这嚣张的贱女人 我要是再忍她 我就是乌龟王八蛋了 我对着她的小白话脸就骂了起来 一个脏心烂肺的贱女人 敢做不敢当的贱货 够了 陆泽再次打断我 婉容是什么人 我比你了解 姜如意 你真的错怪她吗 你刚刚实在是过分了 既然打她那么多下 我要你现在就跟婉容道歉 听到这话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陆泽 你说什么 你让我给这小贱货道歉 呸 一个做尽坏事的婊子 凭什么让我道歉 陆泽 不许你这么骂婉容 MD 还在护着她 那就都别活了 好 我不说 我干 我上前抓住刘婉容的手 对着她那张狐妹子脸又是几巴掌 陆泽见状跑过来拉我 我对着她的脸也是啪啪几巴掌 你让我道歉 你竟然让我给这不要脸 下做的小娘们道歉 我先打死你这贱男人 陆泽被我的很羊吓住 她没想到我竟然连她都打 我疯起来战斗力也不是盖的 陆泽又不敢动手打我 她费了费了好大把力气 才把我控制住我 在这个间隙 我把刘婉容的脸给抓烂了 把陆泽的下面也趁机踹了两脚 反正都别活了 如意 姜如意 你疯了吗 你怎么连我都打 对 我就是疯了 我看着被打成花脸的刘婉容和陆泽 心中无比的畅快 重生可真好啊 这一下子 把上辈子的气都出出来了 我冷冷地看着陆泽 你护着这个小贱人 我不打你打谁 你们两个不要脸的玩意 当着我的面就轻轻握握 勾三搭四 尤其是你刘婉容 你个无耻的下贱玩意 老公死了没三天 你就来我们陆泽面前发骚 你这么着急 就想找下家呀 你这么急着给你老公戴绿帽 他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吧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你还敢来陷害我 告诉你 惹了老娘 我拼死也要带上你 刘婉容从没想到 我会这么疯 他不明白 包子的我怎么就突然爆发了 他捂着脸 躲在一边 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说 可我嘴里还在滔滔不绝 刘婉容你害了 别想这么容易脱身 干了坏事就得付出代价 我限你三天之内 跟我公开道歉 要不然我就去你婆婆面前告状 我让他收拾不死你 刘婉容的婆婆可不简单 拿捏刘婉容拿捏得特别狠 这也是上辈子 两个人一直没能在一起的原因 听着我说的话 陆泽眉头越皱越狠 最后忍无可忍地吼道 闭嘴 姜如意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 你怎么能威胁婉容呢 我看了眼周围 朝着陆泽也不客气地吼道 这算什么 我不光威胁他 我还要威胁你呢 你被有妇之夫 天天照顾一个寡妇 要不要脸 何况你还逊私舞弊 抢我工作名额 你不跟我在厂里公开道歉 给我证明 再把工作还给我 我就去找厂长 不 我要去找市长 省长 让他们给我平平理 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绿帽子都给我戴在头上了 真当我是死的不成 我们这边闹得动静大 这一会儿就围上来了无数人 我们食品厂的人也有 隔壁机械厂的人也有 大家看了一会儿都明白了过来 这是原配打小三呢 那个哭哭啼啼 一脸伤的就是小三 这个就是出轨的丈夫 听说还是食品厂的副厂长 在周围人的指指点点中 路泽和刘婉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而我确实如此高兴 原来发疯是这样美好啊 当你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 原来是这么轻松 我的嘴还是得不得不不停 痛诉他们两个的不要脸 路泽看事情越闹越大 先把刘婉容给红走 再把我强心拖了回去 姜如一 你今天真的太过分了 回在屋里 路泽目光严肃地对着我说 往常看到他这副样子 我总是很心慌 不断地反思 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可我现在不在乎了 这个心眼 偏到屁股里的贱男人 我不要了 我冷哼一声 过分 他刘婉容就不过分 路泽 你也别想干净 他敢这样三番两次的害我 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的偏爱 给了他害我的底气 因为他知道你信他不信我 路泽捏了捏眉头 依旧道 不是这样的 刘婉容和我没有私情 我们只是朋友 我呵呵一笑 你听听你说的这话 你自己信吗 路泽你真的是个 敢做不敢当的人呢 不过你到底是什么 人和我没关系了 明天我们就去离婚 我不要你了 路泽正住 好半场道 你今天闹这么大 就是想要跟我离婚 我汗手 对 不光要离 我还要你和刘婉容 给我公开道歉 说明上次 我考试的真实性 而且刘婉容的工作 你得还给我 不然我们都别活了 路泽不解地看着我 姜如意 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定定地回望他 一字一顿道 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路泽 我对你说要透顶了 我一分钟都不想和你过下去了 路泽走了 我知道 这场战争我胜利了 男女之间的战争 最后的赢家 永远是那个不在乎的人 我现在真的放下他了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自己 没有人可以再让我换的换尸了 这样真好啊 路泽的速度很快 像是怕刘婉容在我手里吃亏 第二天就在场里跟我公开道歉 说是上次分数统计错误 把名额误给了别人 职位也还给了我 刘婉容也跟我公开道了歉 说不好意思 因为工作失误 占了我一个多月的工作岗位 我听着广播里的播报 冷冷一笑 这两个人 倒是会给自己找知修部 不过我也不想把他们逼死 没有拆穿他们的胡说八道 反正我想要的都拿到手了 路泽在我重新拿到会计室工作的那一天 一起去领了离婚证 那套房子他留给了我 我没推辞 这是他欠我的 上辈子和这辈子都欠 我终于被朱会计端着茶 迎进了会计室 我因为那天的一场大战 和路泽 刘婉容的公开道歉 大家对我的态度也好了一些 不过我不准备在这多呆了 这个场子风气不好 何况路泽和刘婉容在这 我不想看到他们 我开始学习 重新报了夜校 准备参加今年的高考 日子过得忙碌且充实 朱会计看到我这个样子 经常感慨道 小江同志 我怎么发现你自从离婚后 像是更年轻了呢 这样也好 我就放心了 不过我看陆副厂长 就没你这么好的状态了 听说他手里一直跟进了 一个什么项目出了问题 他这两天被厂长骂好几次 我看啊 是他活该 有的人他不惜福啊 我听着朱会计的话 嘴角弯起了月牙 可不是活该吗 天天有个那么的娇滴滴的 小白花缠着 能干的好事情才怪呢 上辈子好多事情 都有我给他兜着 刘婉荣也不敢太过闹腾 现在我们离了婚 刘婉荣着急上位 三天一大病 两天一小病 每次生病都要讨论路则 长期这样下去 谁还有精力好好工作 这辈子没我插在中间 我倒想知道 这两个路最后能有什么好结果 夜校的老师很好 同学们也有爱 我有上辈子的基础 学习对我来说还不算太难 不过到底时间太久了 很多知识点都忘了很多 我还是得认真学习 姜如一同学 这道题解题思路错了 应该这样做 旁边伸出一双修长盈论的手 拿着笔 在我的草稿纸上滑了起来 我轻轻抬头 就看到对方好看的过分的脸 黑压压的睫毛 明亮的眼 你听懂了吗 我忙回过神来 扫了一眼草稿纸 接着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做的呀 懂了 谢谢 原来不是套用这个公式 我的思路还是太局限了 谢怀分析道 不是你的思路的问题 你是做题做少了 我那里有套题 明天给你拿过借给你看看 听到这话 我的眼睛一亮 我太知道这个年代 拥有一套题意味着什么了 他竟然舍得借给我 我认真的看着他道 谢谢你谢怀 谢怀脸上可疑的红了红红 不用谢 我们是同桌里应 互相帮忙的 下完课已经九点了 我刚走出校门 后面就来了一个人 撞了我一下 接着一道嘲讽的声音 在我耳看响起 我当你是真的好好来学习的 没想到到头来 还是来勾搭别人来了 见人 幸好路泽跟你离婚了 不然绿帽子 都戴在他的头上了 我回过头 死死地盯住说话的人 果然是他 刘婉容 没想到他这么不计达 还敢跑我跟前坐死来了 我冷冰冰地看着他 怎么 上次那对耳光炒肉 还没让你学会闭嘴 你还敢来找我的茶 刘婉容目光仇恨地回望我 泼妇就是泼妇 从农村出来的女人 就是没素质 还敢骂我 看来上次真的是打轻了 我上去抓住刘婉容的头发 对着他的脸 又是啪啪两下 啊 姜如意你的贱人 你又打我 我笑道 你说对了 老娘就是没素质 所以你再敢来我面前狗叫的话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说完我又踹了他一脚 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林队说过通的人 用拳头果然好使 刘婉容一连两天 都没敢来找我的麻烦 不过他真的是块恶心的牛皮糖 没想到他也来夜校上课了 他来得迟 坐在教室后面的座位上 我每次回头都能感觉到 他在充满恶意地盯着我 不过看就看满 也不能把我看得掉块肉 只要他不做妖就行 不然我还会狠狠地赏他耳光 就这样相安无视了几天 恶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夜校下了课 我和谢怀一起 边往出走 边在讨论一道题的几题思路 他是真的聪明 很多题经过他的点拨 我立马能想清楚其中的观翘 忽然 我的眼角扫到一辆熟悉的车 接着 就看到从上面走下来 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路泽 他是来接刘婉容的吧 我刚这样想着 走在我身后的刘婉容就掠过我 朝着路泽小跑了过去 路泽 又麻烦你了 其实晚一点没什么 我没关系的 路泽却没有接他的话 反而是直勾勾的一直盯着我看 刘婉容顺着路泽的视线看向我 眼波微微流转 如一妹子 要不要一块回去 反正就我们两个人 顺路的事情 听这口气 俨然依赴女主人的姿态 我不想理他 不用 说完 我继续往前走去 可没走几步 前面的路就被一个人挡住了 我送你回去 路泽低沉的声音从头顶响起 用不着 我想从旁边绕过去 可他移了两步 又给我挡住了 太晚了 我送你 听话 路泽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让我突然委屈了起来 听话 他凭什么让我听话 他不是我的谁 我也不是他的谁 他没资格跟我这么说 我抬起头 冷冷地盯着他 我说了不用 我不习惯和有骚狐狸味的人坐在一起 刘婉容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咬着牙道 路泽 既然姜如一妹子那么讨厌我 那我就自己走回去算了 你单独送姜如一妹子回去好了 我不想再让你们误会我了 真是气得一手好茶 我冷冷一笑 吉普车接送这么好的待遇 还是留给你吧 我一个农村妹可配不上 说完 我又准备绕过去 结果胳膊上多出来了一只手 姜如一 别闹了 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上车 这人怎么听不懂人话 我用不着他管 我想甩开他的手 结果甩了两次都没甩掉 我委屈得要死 这个狗男人现在又在干什么 还好 就在我要发疯的时候 一直陪在我身边的谢怀出手了 姜如一同学的安全 用不着你担心 我会送他回去的 谢怀一米八的个子 在同样身高的路泽旁边 毫不逊色 他伸出手 把我从路泽的手里救了出来 路泽看了眼谢怀 望向我 他是谁 路泽的脸色在夜色中看不清楚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愤怒 用不着你管 我不想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我们早就没关系了 姜如一 就算我们不在一起了 我也不想看到你自暴自弃 路怀的声音在夜色中格外清晰 一张嘴一开一盒 说着残忍至极的话 我不希望你和随便什么阿猫阿狗 就凑合在一起 你人要懂得自重 啪 我的手比脑子快 路泽的脸被我打得偏向一边 啊 姜如一你凭什么打人 刘婉容又疯了 我没理他 只是盯着路泽 路泽心脏的人果然看什么都脏 呵呵 看了半天热闹的谢怀 在一旁冷冷一笑 他伸出手握着我颤抖的手 我或许是阿猫阿狗 可是我也懂得 做人要留口的 所以见识会找打的 我没想到温温如谢怀 他说起话来 也能把人噎死 如一我们走 我送你回家 谢怀拉着我的手走了 这次路泽再没有拦我 不过即使我走得很远 我也能感觉到 身后有一道强烈的视线 在牢牢地盯着我 从这天开始 路泽就成了夜校的常客 我每天放学的时候 都能看到他开着吉普来接流 婉容 看到他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只是苦了谢怀 为了避免我再被路泽纠缠 他承担起了送我的责任 即使要绕远路 也要一定把我送到家门口 我婉拒了几次 可他总说不放心 要保护我的安全 我知道他的好意 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的 只有经常做点吃食送给他 外婆以前跟我教过很多糕点的做法 可惜路泽不喜欢吃甜的 我就很少做了 而谢怀事实堂如命 我拿给他的糕点 总能得到他的高肯定 这样几次 倒是让我把以前丢失的手艺 又捡了回来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要高考的日子了 谢怀问我 姜如一同学 你想好考什么学校了吗 我看向北方 笑道 学校没定 但是我想去京城 我想去天安门看看 去长城上走走 去过宫转转 上辈子 我最向往的就是这个地方 可路泽从那有带我去过 我每次被微提起的时候 他总是有别的事情要忙 现在我要靠自己去那里看看 谢怀递给我一套提 笑道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看到提 我的眼睛亮了起来 谢谢你 谢怀 我们一起加油 我没想到刘婉荣也要参加高考 上辈子可没有这一茬 不过想想也是 上辈子他混得可比现在好多了 在场子里一直做办公室 享受着路泽给他的一切优待 可现在 做办公室的工作给了我 而因为我闹的那一出 路泽不但不好 在明目张胆地帮他 还为了避嫌 把他安排到了 最艰苦的一线流水线上 就跟当初的我一样 心高气傲的他 怎么可能在那待得惯 就想到了高考这条路 高考前一天 我去教育局领了准考证 回家的路上 总感觉有人跟着我 我找机会小心地回望 发现跟着我的是两个小混混 他们眼中闪着不善的光 死死地盯着我的方向 我怕急了 不明白怎么会有人盯着我 我不敢走人少的路 专门找人多的地方走 慌乱间 我撞到了一个人身上 江如一同学 明天才考试 今天就开始紧张了 看到谢怀熟悉的脸 我差点哭了出来 把事情跟他说了后 他的神色也严肃了起来 然后给我介绍了 影响他身后跟着的人 给你介绍一下 我二哥当过兵的 我一个人走在偏僻的巷子里 两个猥琐的男人拿着铁棍 朝我走了过来 小贱人 还逮不到你 我微微一笑 其中一个人奇怪道 你笑什么 我笑你们说错了 是我逮到你们了 话阴落 谢怀的二哥冲了出来 对着这两个猥琐男 就是一套军体拳 几招就把人打趴下了 我问他们为什么跟着我 找我麻烦干什么 两个人刚开始还死咬着不说 后面他二哥又是一顿输出 两个人才松口 有人跟我们买你的手 一只手一摆 两只手两摆 谢怀一愣 是谁 两个人哭丧着脸 是一个女人 穿着白裙子 名字我不知道 他说反正要费领的手 谢怀看向我 担忧道 如意 他是要害你不能参加考试 要毁了你 这人心肠也太歹毒了 你能猜出他是谁吗 我点点头 知道 是刘婉荣 谢怀眼睛一缩 是他 我汗手 不错 他以前就做过 托我准考证的事情 我三言两语 跟他们说完 刘婉荣托我准考证的事情后 谢怀皱眉不语 站在他一旁的谢二哥忽然笑道 这女人 可真不是个简单角色呀 妹子 你准备怎么做 我咬着唇 没说话 谢二哥继续道 我要是你的话 就要打回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看着谢怀二哥 笑了起来 谢怀一家 都是妙人啊 我点点头 是该打回去的 我盯着地上被打得满头 是写的两个猥琐难笑道 听二哥的 就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为了安全起见 这一晚 我没有再回我的房子 而是跟着谢怀 去他家赞助了一晚 第二天 我在谢怀二哥的护送下 顺顺利利的参加考试 考完后 才听说刘婉容缺考了 大家都在感叹 他运气实在不好 好好走在路上的人 被两个混混缠上了 两只手被生生打断了 估计以后都好不了了 我听完淡淡一笑 看来那些混混 没敢不听话呀 一个月后 高考成绩出来了 考得还不错 我和谢怀 去领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碰到了久违的刘婉容 他的脸色憔悴的吓人 他的两只手 包裹在厚厚的纱布下面 像个僵尸 哪里还有以前那副淡雅 如茉莉花的样子 听说现在他食品厂的工作也没了 也是 没了手的人 怎么能在流水线上继续工作呢 他死死的盯着我手里的路曲通知书 一双眼睛 极度的要冒出火来 姜如意 是你干的对吗 我把路曲通知书递给谢怀 然后走到他身边 笑道 对呀 是我干的 你可真聪明 刘婉容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你竟敢承认 我笑了起来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不过就算我认了 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你吗 你现在可不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神了 你只是个失去了一双手 导致精神失常的疯婆子而已 杀人诛心 不光他刘婉容会 我要是想用 会用得比谁都好 啊 刘婉容果然疯了 我杀了你 刘婉容胡乱扑腾的动作 被一旁冲出来的路则抓住 刘婉容 你在干什么 哦猴 现在就都不叫婉容了呀 刘婉容看到路则 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样 路则 路则你来得正好 我跟你说 是他 是他找人打断了我的手 是他干的 帮我报警抓他呀 我换上一副 刘婉容最会做的无辜表情 看着路则道 我没有 我都不知道他在胡说什么 可能他看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太伤心了 所以胡言乱语吧 路则皱着眉 看了一眼 谢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 点了点头 我知道 他最近精神就是有点不好 如意你快走吧 我送他去医院看看 我嘲讽地看了一眼刘婉容 好 那我就走了 你带着他好好看看 这么年轻就有了疯病 太可怜了 刘婉容一脸的崩溃 路则 我没有病 他是骗子 是骗子 我的手真的是他做的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和谢怀转身离开了这里 嘴角挂起一抹淡笑 刘婉容 你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吧 不被路则信任 不再被他坚定的选择 你投注在我身上的东西 我全还给了你 这是你应得的呀 我考上了京都师范大学 谢怀的成绩更好 考上了京都大学 我们两个都要离开这里了 我告别了朱会计 辞去了食品厂的工作 这几年存的钱 足够我去上大学了 况且 我还可以在大学里 通过给学生补习赚钱 上火车的那天 我在火车站碰到了陆泽 他站在火车站台上 似乎是在等我 谢怀接过我手里的行李 道 有什么 去说清楚吧 我点点头 朝着陆泽走去 你是来送我的吗 陆泽苦笑一声 对 我听朱会计说你今天要走 如玉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了今天这样 你的消息 我得从别人口中才能知道 如玉 不管你信不信 我要告诉你的事 我和刘婉荣真的没什么 我们为什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呢 我轻轻叹了口气 不重要了 我倦了 是的 我再也不想再为他伤神了 陆泽捂住脸 忽然哭了起来 如玉 你不会回来的对吗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是不是 我看着陆泽的样子 心中生起万般不解 陆泽 你哭什么 陆泽抬起一双默默的眼 如玉 我心里有你 你能不能不走 听到这话 我的心像是被他重重打了一拳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陆泽 你竟然说你心里有我 对 陆泽稀奇地看着我 我心里一直有你 我冷笑出声 不 你心里没有我 事实上你的心里没有任何 嗯 我想起上辈子看到的那些 他写给刘婉荣的情书 笑得恨不得流出来来 陆泽 你不在意我 也不在意刘婉荣 你不在意任何人 你在意的只有你自己 你走吧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个自私自利的男人 亏我爱了他两辈子 实在是晦气至极 这个男人不值得 我再不看陆泽 转过身毫不犹豫地 踏上火车 火车呜呜两声 哐当哐当地启动了 我看到慢慢加速行驶的火车 把陆泽的身影不断抛远 然后是不远处的视频场 这一瞬间 困扰我两辈子的过去 都被我抛在了身后 而我的未来 将会随着这趟火车一样 一路向前 希望所有女孩都能紧急 要是生活欺骗了你 我们就转过身给他两嘴巴子 永远不要妥协 绕过这个泥潭 前面就会有更美的风景 等着我们 全文完